哈囉 各位兄弟們 大家好 歡迎來到方舟生存進化 我是老頭Olderman 今天呢 我們要來完結我們最後的這個 來勢模組了齁 那上一集也說過啦 原因為什麼不太想 繼續這個模組呢 其實呢 非常的簡單 但是我不想告訴你們 你們想知道 去看上一集 呵呵 那今天呢 我們把這個方舟裡面呢 最強的兩隻給召喚出來之後呢 就結束了 好不好 那其實呢 這兩隻其實不需要召喚 好 我來教各位要如何獲得這兩隻 這兩隻呢 我後來看了一下工作台 發現他其實很好做得出來啊 很好做得出來 但是首先你必須要一隻強大的恐龍 好 來給你們看一下齁 呃 就這兩個方塊 一個是 金剛的盒子 一個是Dragon的盒子 那呢 他們是要各分別100顆心臟 Alpha的心臟 然後再來就是 呃 大地 大地之神的 那個是金華是不是 珍珠喔 大地之神的珠子 然後還有一個是巨獸之神的珠子 呃 巨獸之神 欸 沒有 大地之神的珠子 我上次 我上次 欸 上一集 上一集有打到嘛 一顆 是打那個南方巨獸龍那種機械狀態有沒有 我用阿根廷的流血傷害把他弄死有沒有 就掉了一顆 所以說呢 這張圖可能會有兩種神 一種是大地之神就是南方巨獸龍 另外一種是巨獸之神 不過呢 我一直沒有遇到巨獸之神啦 巨獸之神可能長得像一隻 大角怪吧 隨便講講的啦 不過老頭不想玩這個模組了 老頭要玩別的了 所以說呢 這個可能很遺憾 沒辦法讓你們看見 好不好 那我們廢話不多說啦 我們把這個大地之神 跟巨獸之神的珠珠呢 丟到這裡之後 再兩百顆阿把心臟丟進去 我們就可以開始製作了 好 這兩個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軸啦 對不對 而且召喚出來是直接馴服 我們可以看一下他的威力到底是如何 希望不要讓我太失望 叫做泰克 泰克金剛 我們先來看一下泰克金剛好了 Oh yeah baby 一開脫就看到他這個手 這個手根本就是 金克拉嘛 沒有啦 就泰河的精華 全身都是鐵做的 Oh my god 我的天 這個超帥 這個泰克金剛真的超帥 這個泰克金剛真的超帥 好帥 好像那個喔 讓我感覺有點像是什麼 你知道嗎 溫斯頓騎士版本 好像鐵騎士那種感覺 欸他全身都被鍍成這樣子 你看他的 他沒有生育的功能 哈哈哈哈 這樣會不會十八禁阿 欸這屁股好圓滑 我的天阿 Oh my god 你看他後面這個光刀勒 好像手刀這樣子 欸搞不好以後金剛真的有泰克裝欸 就長這樣子 實在是太酷了 來 應該是可以直接騎乘 來我們騎上去 哇 可是他的視角做的不是很好 因為我現在 視角完全被金剛蓋住了 喔 可是跑步的時候 欸正常了欸 欸正常了 正常了 這視角正常了 好丟喔 來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血條 然後把血條拉滿的拉好 攻擊 哇 欸 攻擊直接給你 發子彈欸 哇這是那個類似 類似把子彈拿在手上 然後就爆破 砰 右鍵是什麼 唉唷 雙爆流 但是為什麼 有爆到啦 但威力不怎麼 不怎麼顯著就是了 那有什麼其他功能 C鍵 旋轉 哈哈哈哈 旋轉攻擊 基本上呢 衝撞攻擊就可以把他們都撞死了 還有什麼功能 可以死 力 沒有 Q鍵 沒有 有跳躍 可以在空中使用有沒有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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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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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一下加將近四五十萬 哇 攻擊好高喔 攻擊 攻擊 根本打不贏 我怎麼卡住了 哎呀 哎呀 烏力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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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我放棄了 沒有流血傷害打不贏 搞不好用阿根廷或許贏得了是不定 好 我們現在有這等能力了齁 我們去空島玩一下好了 強大的戰力都在那邊 應該是不會輸啦 對空中打不贏而已啦 我想 What happened What happened 這什麼叫聲 來 one by one 哎唷呀 哎唷呀 飛龍哥阿 嚇死人了 我被飛龍嚇到了 這什麼鬼叫聲阿 不要造成恐慌好不好 不要弄弄奇怪的叫聲 到底來自於哪裡阿 這叫聲來自於哪裡阿 這邊好多隻 該不會是巨獸之神在叫嗎 不要叫阿 我不知道你在哪裡阿 阿法 這個音樂是 這個音樂是 遺跡傀儡 遺跡傀儡 啊 石頭人阿 我想說什麼叫遺跡傀儡 石頭人就是石頭人 遺跡傀儡 阿不去死 是誰在叫 誰在叫 在哪裡 單挑啦 發出那種叫聲又不敢出來面對 你是不是弱者阿 你是不是嫩逼 到底在哪裡阿 應該是在這裡面 應該是在這裡面 我一定要找到你 該不會是飛龍的叫聲吧 單挑 我看到了 我看到你了 阿 我覺得我打不贏 我還是先跑好了 阿 真的打不贏 我要暈了 我要暈了 Oh yeah baby 我死了 我的金剛死了 Oh my god 對不起大家 哥要先回去了 哥的金剛死掉了 算了 我們的金剛就往生了 沒辦法囂張了 我們看一下飛龍好了 Oh my god 這就是他們的幻影飛龍 欸不是 欸好大隻喔 欸他跟金剛根本天差地北欸 還是你比較帥 是不是 Oh my g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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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水喔 哇 以後泰克可不可以裝在飛龍身上了呢 就靠這一次了 我們看一下威力如何 喔 喔喔喔 水喔 咬擊 基本的左劍是咬擊 右劍 喔 藍燈色火焰 嗯 飛的也很快 C劍是什麼 哇這隻功能比較少 這隻功能真的還蠻少的 有點小小的失望 怎麼沒有金剛多一點阿 比如說發射雷射炮之類的阿 阿怎麼都沒有呢 那噴火有沒有流血傷害阿 貌似有喔 一萬一這樣跳的 來 咱們去空島看一下 我想要再次挑戰一下那一隻 那一隻 大地之神 欸為什麼我傳不過去 我是不是按錯了什麼 空島不是嗎 還是 在那個地方我會卡住 欸傳不了欸 太大隻傳不了阿 好不好那我們直接用飛的過去好了 撞你 欸撞得死嗎 哥還是用飛的過去好了 空島我來了 來阿 這是什麼東西 欸 殭屍飛龍 唉唷 要你命三千 大空戰 燒到你了齁 嫩 嫩 通通都拿去做基金 拿去做基金了啦 欸我的飛龍要死了 我沒人可以開玩笑的 飛龍會死 完了 這些所有電都是 都是趴 趴傷害的阿 趴傷害 什麼叫趴傷害 你知道嗎 哎呀 又死啦 幹我這超87的 我要把它弄死了 我的飛龍 不要看我 我什麼都不知道 你實在太強了 我要回家了 怎麼今天這兩隻這麼弱阿 噴了兩下就 噴了兩下就 噴了兩下就消失了 我的天阿 算了算了算了 消失就消失了 Who care 反正我要完結這個模組 我不管了 爛遊戲 哈哈哈哈 到時候呢 那個先進傳說的模組 或許我會用一個超級生存來玩吧 因為我覺得 那張地圖很適合探險 然後呢很適合慢活 再也不要裝那些恐龍模組 我覺得那太破壞平衡了 我想要來一個超級原始原味吧 其實這個我已經說好幾次了 但是一直沒有 沒有去達成它 原因是因為 呃 自己覺得很 很難玩吧 好不好 好 但是我希望我給自己是 將來那個 先進傳說模組 可以盡量不要靠任何的 恐龍模組去襯托 好 希望它可以回到 像是第一季第一集開始的那個時候 好 這樣子感覺會有一種過程阿 好 那也期許我自己 不要再裝那些奇怪的模組 在那個 新地圖身上了 好不好 好 各位也要督促一下 不要讓我這樣子 好 你們要 你們要當我的監督者 不要讓我玩到一半又 又很想要裝新的模組 在那個新地圖裡面 這樣子就失去第一季 本來該有的感覺 感覺了 好不好 好吧 那麼今天的內容非常的少 非常的遺憾 不過呢 希望 希望你們不要太嫌棄 下一集呢 或許會好一點 因為 最近說真的 模組的內容越來越少了 我能拍的東西越來越不多了 但是你們又一直很想看方舟 所以說我真的也覺得很困擾 對不對 真的就是沒有內容 那我要怎麼拍給你們看 這也是一個 很大的一個 很大的一個 學問阿 好啦 那今天真的是到這裡了 沒內容了 兩隻都給你們看過了 那我們今天到這邊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呢 左下角個訂閱 右下角個喜歡 歡迎下方留言 我是老頭 我們下一次方舟生存再見 掰掰 有的 我們下方到這邊囉 我們下方都會 parenth了 來吧 有的 我們下方太文在接 beta 我們下方的壁 還有一段時間 我們下方的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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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下方的壁